新為業界代表的解決士 又有好消息公布 地政總署聽了我的意見 申索土地賠償顧問費用的作業指引出了 去年中我聽到不少業界大吐苦水 提供了收地賠償專業服務 但遲遲都收不到政府支付有關的顧問費 欠缺清晰指引和準則 申請付款要提交什麼資料 又令他們花很長時間才收回顧問費 我重速約見新上任的地政總署署長 反映業界的虎房 署長立刻答應跟進 今年初收到這份新年禮物 地政總署已經制定收地賠償 處理相關專業顧問費用 申請的作業指引 有關的文件 已經可以在地政總署網頁上下載 有了這些準則 填好份表格 無論對業界或公務員 大家都可以更有效率 遞交和處理申請 那還未夠 其實我之前都說過 政府部門有不少內部指引 只是涉及專業或技術事業 沒有敏感 也不是什麼機密 應該盡量公開 方便熱界跟從 相互配合就事半功倍 接下來我會繼續爭取 更多政府部門推出作業指引 請記得按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